在上爵士鼓課的一開始 我們先學怎麼算拍子 算拍子是所有學音樂非常基礎 但是常常被忽略的一環 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會從四拍子開始算 也就是我從一算到四之後 再從一開始算 這樣一直循環 我示範一次 1 2 3 4 1 2 3 4 我會這樣一直循環下去 算拍子的目的是為了要讓你 知道你接下來要做的每一個演奏動作 每一個聲音要發在哪一個正確的時間點上面 所以拍子當我唸1的時候 它真正的意思是第一拍的開始 所以第一拍什麼時候結束還不知道 直到我唸到2的時候 它同時代表了第二拍的開始 也代表了第一拍的時間結束 好 我們開始來打鼓了 第一個要認識的樂器是hi-hat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hi-hat的腳踏板 把腳放上去踩踩看 在踩的時候會連動到上面這兩片hi-hat 可以用鼓棒頭去打hi-hat的平面 這個面我們說是top 或者說它的同把的fret 也可以用鼓棒的側面這邊這一段 叫做鼓棒的shoulder去打hi-hat的邊邊 如果你把hi-hat踩得緊一點 聲音聽起來會比較短 如果你把它放鬆一點 hi-hat會有一點摩擦 放得更鬆的話 我們先練習打在第一拍 1 2 3 4 來打囉 1 2 3 4 再一次 1 2 3 4 打在第二拍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試試看打在第三拍 1 2 3 4 試試看打在第四拍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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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開始搭配節拍器是比較困難的 我更建議你自己來念拍子 然後跟著這個速度 來決定你的右手 打在1 或者是2 或者是3 或者是4 現在來試試看打在1的後半拍 也就是1跟2 這兩個聲音之間的那個時間點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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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試試看打在2的後半拍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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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試試看打在第三拍的後半拍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試試看打在第四拍的後半拍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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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4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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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4 5 5 7 4 4 And4And 慢一點的話 1And2And3And4And 1And2and3And4And 或者是打邊邊 1And2And3And4And 1And2And3And4And 以上這些練習進行的時候 請注意你的速度不要太快 沒有什麼速度是絕對好的 真正好的速度是 打起來的時候你有時間可以慢慢的思考 你的全身肌肉跟思路不會太緊繃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會推出一系列的爵士鼓課程